今天訊息是有不同的跡象顯示 敵基督可以隨時出現 如果大家上網找Antichrist或敵基督 很多人會說誰是敵基督 其中一個奧巴馬 很多人都說他是敵基督 我完全覺得他沒有敵基督所講的條件 是完全沒有的 我覺得有些人信口開河 好像是否也是 因為敵基督聖經有清楚講到他有甚麼特質 我們稍後會看看這個特質是甚麼 首先就是在末期這個末後的時期 不法的隱移已經發動 在後書第二章講到敵基督 就講到有一個不法的隱移 在英文就說 The mystery of lawlessness 就是這個隱藏的或者神秘的一個不法的犯罪的動力 在運行 現在已經運行 不過我們看到近代是更加強的 我們一起讀貼上後書第二章第三節開始 人不拘用甚麼法子 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 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度反教的事 並有那大罪人就是尋名之子顯露出來 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 超過一切稱為神的 或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女自稱是神 我們先讀完經文 現在你們也知道那難阻他的事什麼 叫他到了時候才可以顯露 因為那不法的隱移已經發動 只是現在有一個難阻的 等到那難阻的被除去 那時這不法的人必顯露出來 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 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 這不法的人來是照撒旦的運動 行各樣的異能神跡 為一切虛假的歧視 並且在那尋倫的人身上行各樣 出於不義的鬼詐 因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 使他們得救 這個是講到敵基督是一個最清楚的經文 另外在啟示裡也有講到他的很多活動 不過我們這次不講那麼多 只是講這段經文為主 因為為什麼如果講完 就太多時間了 這段經文就說到 人用什麼方法都好 你不要以為耶穌已經來了 他說在這個日子 即是耶穌回來之前 一定有離道反教的事 和有大罪人 就是這個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這就是我們所講的敵基督 因為他是會高抬自己 抵擋主高抬自己 超過一切稱為神的 所有被人敬拜的 那你說他是不是比耶穌厲害呢 他不是的 他是指那些人敬拜他去到的程度 是超越人敬拜耶穌 耶穌是真神 為什麼那些人敬拜耶穌不是那麼高呢 因為人不是那麼體重神 還有很多人不喜歡認罪 很多人不喜歡耶穌 因為耶穌要認罪 親人耶穌要認罪 要聽話 不只是說你要做什麼 有很多人就會去拜 獻禮物 那些他們願意做 因為那些你不用本身改變 但是耶穌是叫我們生命 被他更新改變 那這件事是很多人都不願意的 那所以呢 信耶穌的人 不是這個世界上的大部分的人 那有些人說 耶穌就是不夠厲害 而是人的心肝硬 所以他們不肯信靠 不是問題在耶穌 而是人的身上 那你就講到這個日子之前 無論什麼人說你都好 騙你都好 你都不要以為那個日子來了 有些人會說這個日子來了 譬如東方閃電就說 基督已經來了 他就說你不要以為已經來了 因為在這個日子之前 必有黎道反教的事 那這個呢 就是 英文就講到 The Great Apostasy 一個很大的黎道反教 即是有很大規的人 離開爭道 反對神的爭道 那現在都有的 譬如有些所謂基督教教會 有些信同性戀都有的 有些相信聖經含有神的說話 有些就不是神的說話 有些甚至說聖經不是唯一的神的說話 還有其他經典都是神的說話 但他們稱為基督教的 但是通常來說 我們所謂 即是我們知道聖經所 根據聖經所說的 什麼教會是真是跟從神呢 就是信耶穌基督是真神 是救我們的主 信三位一體的真神 聖之聖靈 明一信是我們信靠耶穌悔改 信靠耶穌可以得救 並且我們跟從耶穌 這個才是真正信耶穌的 但是在這樣的教會 依然有很多人是軟弱的 即是其實有很多人去教堂 是甚麼呢 朋友去 家人去 丈夫去 太太去 子女去 都是因為家人的緣故 或者是朋友 有些活動 我們到時都是有些甚麼活動 有很多人去教堂 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到那時候 真的會顯露 是會有很多人 以為他在教堂很投入 怎知道他離開真道 那時候才不要嚇到 因為這些人 可能有些是你認識的 曾經有個牧師說到 他曾經去過天堂 和去地獄 他說在天堂 我又見到認識的人 在地獄我又見到認識的人 有些認識的人去了地獄 即是他沒有跟從耶穌 我們信耶穌是得救 我們完全靠信耶穌是得救 不過信耶穌就會有改變的 真信耶穌的人一定會 親近神 尚在耶穌裏面 耶穌在尚位裏面 這個人才會多結果子 如果不是尚在個裏面 就好像枝紙雕在外面 枯乾人 十一來 瘋在火燒烈 就不得救 所以有些人說 信耶穌其實他不是真的 跟耶穌的關係 或者沒有遵從天父的 是可以不得救的 沒有事共神 將恩賜埋藏在地裏面 沒有造在小子身上 都可以不得救的 到那時候就會顯露出來 因為現在來講 有時看不到的 很多人我們看不到他 到底他是真信 還是不是真信呢 但是那時候 就會很明顯 一個來到反教的事 還有這個大罪人 就是沉淪之子 這個紙在希臘文 是用一個生 即是一個兒子 是男的 這個 由這裏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大罪人的基督 是一個男性 他會顯露出來 即是在世間會日之前 會有大罪人顯露出來 在啟舌錄很清楚說到 他的時代有三年半 他是抵擋主高台自己 超過一切稱為神 和一切受人敬拜 他會抵擋神 他會做的是抵擋神 他會將自己高台 甚至超過所有稱為神 和受人敬拜的 任何宗教的受人敬拜 都會超過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裡 自稱是神 到底這個坐在神的殿 是什麼意思呢 有兩個可能解釋 一個可能解釋 就是講到耶路撒冷的聖殿 第二個可能解釋 就是講到教會 兩個可能性都有 不過聖殿裡面 有講到一句說話 耶穌是有講到的 他說到那天 你看到這個 但耶穌所講的行為壞可憎的 在這個聖殿的時候 你要小心 這件事呢 耶穌所講的 《十馬太十二十四章》 就是在歷史上 是應驗兩次的 第一次就是 在主後七十年的時候 他們將耶路撒冷的聖殿 和聖城毀滅 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世界末期 到了世界末期的時候 他就講到這個 行為壞可憎的 在神的殿中 到底 他所講的就是 這個聖殿 對猶太人來說 當時來說 是的而且一個聖殿 我自己都覺得 很大可能性 是講到耶路撒冷的聖殿 一會兒也有講到 有些人開始想 重建這個聖殿 但也有可能在教會 不過最大可能性 是在耶路撒冷的聖殿 現在還未起的 好了 你都知道 攔阻他的事實 原來有一個在攔阻他 即是制住他 等他到了時候才可以顯露 那這個是誰攔阻呢 那肯定不是人 人怎麼攔阻呢 這個攔阻應該就是神自己 即是他攔阻住他 他有個時間限制他 他未出現就不能出現 到那個時候 即是到這個攔阻除他 才會顯露出來的 這個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了 即是有一個潛伏 在不法的犯罪的 罪惡的動力在走著 我一會兒看到 現在實際上有很多 這些罪惡的情況 我都是講些少的 但不過現在有一個難阻 等到這個難阻被取的時候 這個敵基督就會出現 那時候這個不法的人 就會顯露出來 這個敵基督出現 而耶穌會親自去消滅他 不過消滅的時候 就不是說消滅消失了 而是將他丟到流浪火湖裡面 他真是耶穌親自 所以他會在世界最後期的時候出現 這個不法的人 是照撒旦的運動 這個運動不是我們現在說的運動 而是 不過運動有兩個意思 就是一個是那種運動 有時候都說什麼運動 就是一個推動的運動 是說到這個撒旦的 其實這個翻譯應該是活動 不是一個好像什麼運動 什麼健體運動 健康運動 那些運動 而是一個活動 就是照著魔鬼的活動 就是它是魔鬼親自 在他身上造工很大的能力 其實關於這個敵基督的電影 都有好幾套的 不過很多時候都將它戲劇化了 到底是怎麼樣呢 我們到時才知道 聖經所說 就是它是有魔鬼的運動 活動在它裡面 還有它能夠行一些 異能神跡和虛假的歧視 它的歧視是虛假的 不是真實的 那這件事 很多人就攻擊聖靈的圈子 聖靈的圈子說 那些就是邪靈工作 但是我們由他們的生命改變 他們信靠耶穌都是悔改認罪 遵從神的 是愛慕神的 還有真的幫到很多人 心靈被釋放 被醫治 生命改變 趕出邪靈 又願意侍奉神 所以很明顯那些不是這裡所說的 這裡所說的是它真是含魔鬼的歧視 很可惜現在基督教會 有一部分人 其實反對聖靈圈子的人 有兩類的 大部分只是說我不認同的方向 但是另一小部分 就說它是邪靈的 那這件事 其實我都跟其中的牧師溝通的 因為神就讓我 通常那些所有傳的什麼 很多信息我都會刪除的 即是集體那些 所以你在我的個人 如果你傳那些東西 我就會提醒你 請你不要傳給我 因為我太多收得太多 那些集體通常我會馬上刪除 但是那次不知為什麼 我就會看一看 看一看就認識一個牧師 這個牧師是很主動反對聖靈工作的 我約了他跟他談 他還說一句 你都很愛主 很真誠 很單純愛主 但是他又覺得我身上有邪靈 他說因為你 你祈禱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些震 這些是邪靈的 我說你看看我的改字 那些人改變 我自己又真的看不到 任何邪靈的工作 你為什麼會說是呢 他就不肯面對這件事 我說你 不如你和我講邪靈 看他敢不敢做一件事 我說你叫一班牧師和我講 他又不肯 他說是趕不到的 因為不會彰顯出來 我說他總是不肯 他要趕的時候他不肯 他總是說有 他們就是在做這件事 好了 但是這些虛假神跡 在那些沉淋的人身上 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 就是帶來犯罪的欺騙 很多欺騙 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 只得不得救 他們是不去領受神的真理 以至得救 他們是不得救的 這個就是魔鬼在末後日子的工作 啟示錄就講得這麼多詳細 這裏就講出他的作為 他的特色就是他自稱為神 坐著神的地中自稱為神 和受人敬拜超過一切 受人敬拜 肯定沒有辦法 完全不是這樣的類別 有些人都說 為何這麼多世界會有這麼多災難 你如果讀過啟示錄 這裏有多少人讀過啟示錄 給他受 OK 那你就說 哇 這麼多災難 為何神會容許這些 我這裏是嘗試解釋 為何這個嘗試 我個人嘗試了 聖經沒有這樣解釋 嘗試解釋 那就是 第一個原因 到時聖經大量語言應驗 即是你跟別人講的時候 真的很多人 這些聖經的語言 真的出現了 他真的自稱為神 他又好像被傷過 好像死了 又跟著他活過來 你看到聖經的語言應驗 那你會不會相信呢 而且要守秀印記 才可以做買賣 還有很多罪道魔鬼的作為 有時會令人反思 譬如現在有些恐怖活動 都令到有些異教徒 都開始想 我們信任是真的 為何那些人會殺人殺得這麼厲害呢 當時 魔鬼的作為會很大規模 聖經有講到 邪靈 三個邪靈 從日出之地的縱皇那裏 落在王的身上 亦都落在他的軍隊的身上 即是大規模的邪靈充滿人 你想想大規模 即是大規模的時候 總有些時候會顯露邪靈出來 顯露出來的時候 那些人會看到 哇 他們整班原來的邪靈充滿 是會令到有些人反思 到底這些是什麼來的呢 還有他們的邪惡 還有苦難都會令基督徒 盼望放在神 不放在世界 即是說我們不要靠世界 因為世界會過去 我們仰望神 真是將生命獻給神 走神的路 另外就是基督徒有機會 解釋聖經語言的應律 向靈傳福音 也有些人要放在網上 有些人會讀聖經 找答案 聖經是否… 即是我跟人說 你看到聖經那裏講完 你讀一下看看 這個是到時給我們機會 還有啟稀錄十一章三節 講到有兩個見證人 而他們有講多久呢 是三年半的 一千二百六十日 是三年半的時間 即是從敵基督的時間 一樣那麽長 即是敵基督在這麽久 可能他呢 就先過敵基督些少的 因為敵基督將他殺死的 但他又跟著後來又復活的 所以呢 他三年就前少少 敵基督後少少 那他呢 譬如有些人攻擊他 他可以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 去懲罰他們 所以他們呢 在這個大災難時期 是一個很特別的天證 即是說在大災難時期 不要以為就是魔鬼得性 在這裏呢 我們見到是神得性的 另外呢 有天是 非在空中傳呼音 也都是神的得性的 那還有呢 真基督會更加復興 和經歷大的神職 因為聖經講到 在迫伯的時候 你不用想說什麽 聖靈會教你說什麽 所以那時聽話的基督 就會很經歷神 和很領受到神的信息 會有很大的靈力更新 很大的復興 也都會很大規模的信主 在以賽書第十九章 第十九節那裏呢 那裏開始就講到 埃及 阿術 和以色列 都歸向神立 不是全部 是一部份 很多會信主 這件事是我們現在未曾見到 阿術就是現在中東的地方 很多大規模的信主 即是未必大得很大 總之都是相當數目的 現在都有很多這些異教徒 發目見到耶穌 他們就信了耶穌 所以呢 當時會有很多這些神跡 令到很多基督徒很振奮 還有呢 另一個激勵 就是中心基督徒 在迫伯的時候 我們都依然中心會帶來更大的賞賤 即是在一個日子 雖然我們的生命是可以危危苦的 但是任何我們為神做 都是神所喜悅 是一個很好的見證的時間 所以我們正面看呢 我們就會說這個日子是我們作見證的時候 亦都是比較容易作見證的 因為周圍都是仁言的仁言 是有心的人會容易信主的 那麽也都另一件事呢 講到這個不法的隱意 就是講到人那種情況 我們不讀完經文了 只是看到黃色的部分 提摩太後書三章一節開始 現在第二節開始 我只是讀黃色的部分 他們有什麽特徵呢 尊顧自己 貪愛錢財 自誇 違背父母 忘恩負義 心不勝傑 無親情不解緣 暴雪殘言 不能自弱 性情空暴 即是講到這些人呢 只是顧自己的 就經常貪錢的 誇要的 違背父母 即是說呢 家庭裏面很多破裂了 忘恩負義 又不勝傑的 沒有親情 即是不會對親人有關心的 他的怨恨不會化解的 還有呢 很多毀傍的說話 不能夠約束自己的 還有性情空暴的 其實我們現在有時見到 有些人呢 譬如玩遊戲機啊 或者有些追求那些 真是很兇很兇的 會很...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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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裡講到一些特質 是有基督圖的 表面的特質的 他們會賣主賣友 到底他們是不是信主呢 這裡講 有敬虔的外貌 背了敬虔的實業 所以這些人是跟教會有關聯的 不是教會意外的 其實我們有時看聖經 留心看的內容 在這個講到的就是說 這些人可能是正在上教堂 外面是敬虔 不過他沒有敬虔的實業 他會出賣主耶穌 和出賣朋友 即是會出賣教堂的人 這就是離道反教的事 那時候呢 其實很多人都會很害怕 哇... 我牧師出賣我 將我告法 給那些敵基督的人聽 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這個是比較嚴重的情況 希望不會是 不是牧師做 希望不要任何人做 不過的而且會做的 他們就會愛燕狼不愛神的 《不法的隱異》 看著先貼完 貼完後書二章七節 我們看到不同的地方了 這些是例子 零碎的例子 這裏其中一個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了 中大這個副教授 他從程婦外遊九次 他的妻女遇害之後 他殺死了太太和女兒之後 仍然繼續外遊 就是完全好像沒有感覺一樣 就是看到那種人性的敗壞 這個例子只有一個 我相信大家看新聞 都看了很多個 還有涉案的名醫 原來它已經屢次牽涉到醫療的事故 暫時停業 其實都有好幾個是這樣的情況 還有我們看到迫伯 異教的迫伯殺害基督徒 還有很多人抑鬱 在這個世代都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多人抑鬱 有些人就說 是否現在人知覺了 所以知道有這種事 但我覺得是這個環境 這個食物 水 這些放射性的東西 是有夾在一起 令到人和那些人的狀況 令到人很容易會抑鬱 下面有同性戀的教目 Gay pastors 還有不信的教徒 他說是教徒 但是不信 我們看到很多反對基督 迫害 罪惡的嚴重 情緒問題 教會不起重生命 只是想多一些人 不想起重生命 基督徒的軟弱 反對聖靈的工作 聖靈工作他們可以分辨 我都不認同有很多靈人圈子 所做的事和教的事 我自己都希望他們 有些教導不是這樣 但我會覺得 不是個個都是這樣 都有些好的 我希望有一天 能夠這麼多教會 這麼多基督徒 接受到聖靈的工作 這個數字都很恐怖 在美國 這個都看到人性那種敗壞 那種憤怒 美國平均一年的槍擊的統計是多少呢 在一年平均 就是所有被槍擊的人數是12萬 然後被槍殺的是3萬5千 被謀殺的1萬2千 自殺死的原來有2萬1千 被誤殺的 被誤殺的是什麼 槍放在家裡 跟著家人拿著槍 這全部都說槍殺 不算其他那些 然後就有497個是婦女被伴侶 即是丈夫 或者她的男女朋友 男朋友 有些是女朋友都未定 有些是partner 有些什麼都可以的 還有有些是殺了未死的 即是槍打槍打了未死的 美國各年槍擊死亡人數 大家看到2012年到現在 2016 這個統計就是2016 都是在數目有增加的 33000到36000 然後38000 每年 新聞講是爽聲少 那些很多都不講的了 美國2018年槍擊事件分佈圖 中部少一些的 中部比較單純一些的 不過你看東部西部都是很多 也都在這個時候 互聯網令人很難信主 為什麼呢 互聯網很多傳播異端 以及其中是傳聞聖教 不過還有很多異端 我最近現在都在幫一個人 他又不肯聽 他總之受了很多這些說法 他還說耶穌的名字就是666 他就說保羅偏離了真道 那些說話 聖經是可以支持的 我準備怎麼回答他 其實我已經回答了他媽媽 但他似乎都不被說服他 又不想見我 因為他知道我第一 跟他討厭你 其實以前都是我幫過他很多的 我會告訴他 舊約聖經 因為那個人說 《二塞書》 《九章六節》 那裡就說到 他明稱為 他有英是為我們而生 有一次 是為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 就是他明稱為奇妙 測試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 那個人就說 他這個神就不是 神是審判官 我就告訴他 在希伯雷文 我就跟他查 就是查希伯雷文 大家其實不懂希伯雷文 都可以查希伯雷文 和英文對照的聖經 可以上網找到 你想學可以教你的 希伯雷文 其實就會有個H 後面有四個數字 希伯雷文是G 就是Greek H就是Hebrew 我說那個希伯雷文就是L 在EL 就是英文轉做EL 其實在詩篇有很多PC篇 他稱呼神 都是用這個L 就是都是神 全能的神 他說這個神 不是一個審判官 不是神 即是基督不是神 是一個審判官 我還會顯示 而且聖經語言說到 就是耶穌來 就是耶路撒冷毀滅 耶穌在重新出令 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基督出現 有七個七 和六十二個七 即是六十九個七 四百八十三年 即限制了基督來的時間 在耶路撒冷毀滅之前 所以一定是耶穌來 因為現在我們所信的耶穌 就是在耶路撒冷毀滅之前 來到唯一的一個人 是說是尼賽亞 而有證據證明的 所以就證明耶穌是基督 而證明耶穌是基督 在耶穌的祈禱 他不是稱呼 他們那些名字 他叫耶穌華 一定要叫耶穌華才行 他不是耶穌天正 而是另一個宗派 如果耶穌那時候 耶穌祈禱也不是說耶穌華 父啊 我們就是天上的父啊 所以給他看到聖經都不是這樣 而他講到666是啟示錄所說的 但是啟示錄也講到基督是被尊崇的 是榮耀歸給祂的 所以同樣那本書 即是他們有矛盾 他們講到耶穌這個名字 就是敵基督的名字 666都是耶穌的名字 所以不要用耶穌的名字 祈禱 那這個人就很害怕 哇我是不是祈錯祖啊 用向耶穌祈禱 但是我們在啟示錄看到 耶穌是被榮耀超過一切 所有一切 所以我們看到耶穌是神來的 即他們會在 總之講完這些古靈精怪的奇言怪狀的教導 你都覺得沒有不可能的 這個是另外的全能神教會 還有網上的學說的基督教是創造論 它不是創造靈精怪論 或者其他的講法 他們也很多就會想找聖經的錯 其實有些書 專門回答這些聖經的困難的地方 還有譬如有些說 無神論者智商較高的 即是說這些人智力更加高 這些都是攻擊 但其實基督徒可以是智商高的 亦都會來網 使用手機上網控制 或者是所有時間 經常被滿了 經常被這些人充滿 那有些人日日就是做什麼 在家 啊 手機或者電腦 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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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有什麼的動作 哇 這樣看法 真是你受到很多不好的東西 這個都是一個近代發生的事 另外就是東方閃電 他們會有些放一些攤位 那它有很多不同的社團 它有不同的社團 它想加入 他們有很多人加入 還有他們的圖畫 你們看到 看慣了 你會認得的 你一見到這些 你就知道 就立即將它封鎖了 就是 全人神教會的人 除非你很有時間去幫他 如果你沒有時間幫他 你就將他封鎖了 為什麼呢 你不封鎖他 他就會在你的 你的名單上 發信息給其他人 另一個令到很多人 其實很多現在活勢的問題 就是經濟問題 令到人用盡一切的方法 我會講到5G 5G都是可以被魔鬼大大使用的 經濟方面 講到全球樓價最難負擔的城市 香港連續七年冠絕全球 連續七年 香港第一 即是說 以它的入息 它的入息 十八點一倍 它才能夠負擔到的那個房子 十八點一倍 即是它的薪金要十八倍 即是它要做工 不斷地做工 做多久它才能夠去 供到樓或買到樓 接著到悉尼 到溫哥華 然後這邊就是很多人欠債 很多人集巷 投資失利 教育開支 最不合理的旅行和娛樂開支 還有一般生活開支 有些人真的 現在很多告白是怎樣的 去旅行 去旅行、結婚、借錢 去旅行、結婚、借錢 下面就是助理組定分期 那你貸款 你可以貸款高五十萬的 這些其實是 真是鎖死人的 因為它的利息很高 是很難還得清的 第二就是這個受孕的科技已經很普遍了 現在還不是受孕 不過很普遍 對不起 下面要生罪 我們一起讀一讀 啟史六十三章八字一起讀 凡住在地上 明治從創世以來 沒有記載被殺之高揚 收眠賊上的人都要拜他 他又要眾人 無論大小貧富自主的 為勞的 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 所有的印記 所有的印記 有些壽命或有壽命數目的 都不得做買賣 這裡說到 凡是名字從創世以來 沒有記載被殺的高揚的收眠賊上 都要拜他 即是說凡是拜他的人 是名字沒有在收眠賊上的 不過到時是很大的迫迫 很大的試探 因為為什麼呢 不拜他是沒有得買賣的 你買東西吃都沒有買 你想賣東西就沒得買的 我們一會看看 為什麼買賣都不行呢 他會叫那些人 什麼人都好 都要在手上或是額上 受一個印記 除了受印記 有壽命或壽命數目 有壽命 即是說他身上有壽命 即將來是敵基督的名字 或者壽命的數目 他有一個數目在他身上 這些人不能夠做買賣 現在很多人植入晶片 其實是很方便的 如果不是敵基都挺方便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是多功能的 在瑞典已經有幾千人了 幾千人呢 這個日期都可以看到的 是2018年6月的 幾千人植入這個晶片 就有種針打下去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有多功能的 他這個呢 就做了身份證可以 瑞典呢 搭火車 他這個呢 就用手的嘟嘟嘟 就可以買機票了 買車票了 還有買東西呢 就用手嘟嘟嘟 就可以買到東西了 其實是有方便的 就是你有了一切 就好像白頭痛 不過你不用拿一張卡 基本上你的銀包裡面 很多張卡全部不用用的了 現金都不用用的了 可以做會員證 他的確是方便的 不過他可以給基督勢用的 世界各地都有的 不只是瑞典 英國人植入這個晶片 這裏呢 他有沒有解釋 不過我猜他就是這樣的 因為他有講到呢 你可以將他的功用 放入不同的機器 即是說可能這個車就是這樣的 你進了後 去都開不了車的 你要用手嘟嘟嘟 那他才能開到車的 即是他車主才能開到的車 即是他的手可以 他的車裡面 整了一個裝置 是要嘟嘟嘟 這樣才可以得的 還有呢 幾千個德國人也都 即是瑞典和德國是很多人 用了這種方法 即是一個小小粒的 放入人的手裡面 那就可以做什麼呢 記錄圍捉 有人做會員卡 控制機器 即是你家裡有什麼機器 用它來控制 那也都有 澳洲人有幾百個 是直入這個晶片 美國也都有公司 是有人呢 他的公司 是給一些人呢 直入晶片 就上班又嘟嘟嘟 做些什麼又嘟嘟 出糧又嘟嘟 這樣就搞定了 還有身份證 現在可以做財務的 歐盟的身份證 將來可以代替護照 即是他不用帶護照 他直接的人走過 都可以 駕駛執照 現金卡 來交稅 有手指紋 和眼 紅膜 就是人的生物的特徵在上面 我們現在將會有的身份證 都有這些 都有我們的手指紋 和我們的眼 拍照的時候 是會拍下去的 還有意大利的身份證 個人可以選擇放 個人健康和經濟資料進入 在意大利 你可以將個人健康的資料 這是有方便的 譬如有些人有病 有嚴重病 他們看醫生 他們都知道了什麼病歷 他也都是 譬如說他用過什麼藥 以後醫療 如何可以繼續儲存在那裡 還有 他的經濟資料 譬如什麼銀行 可以放進去 將來可能會多功能 即是你可以想像到的功能 都可以有的 有一個科技叫RFID 讀出來就是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Device 就是發出一種無線的射頻 一種頻率 是能夠造成你的身份的識別的 能夠隔空讀取個人資料 譬如香港的保守港 保守港 就有10至30個CM 尼米 即是30CM 那麽多 就可以讀取到的 但有些人就說 遠過這個的 美國的護照在10米之內 可以讀取的 美國的護照新的 也都會有這個 這個RFID 其實全球有近8個國家 護照是有RFID在裏面的 不同政府將來可以某程度 監管人民 為什麽呢 譬如說 有些人示威 他一出來 找個閘戶 擋住他 一出來 都全部知道這個人是誰 這個RFID 他就會知道他是誰 或者他走過身 他就知道這個人是誰 或者有些遙控的影 可以看到這些人是什麽人 即是我現在不是說 香港政府在做這件事 不過我講 將來政府可以做這件事 有些科技可以做這件事 那他什麽時候做 怎麽做 我們不知道 還有可以用金屬保護卡 來保護非法的讀取 政府讀取我們就不可以難阻 因為為什麽 你過關一定要被他扔的 但是 非法的就是什麽呢 你走過有個賊路在你後面 那你一路拿錢 他扔了你的資料 跟著他走去拿錢 或者用你的資料來做事 那這個就是他個人拿了的 那其實我們現在 這個新聞證 可以看到這個符號 這個就是RFID 這個credit card也是的 這個credit card有個方便的 是有方便的 我不是說他不好的 他有好又不好 那這張credit card 在他旁邊有這個符號 那你用credit card有個好處 你買有時他不需要 不需要掃卡 不需要簽名 買一個就行了 已經加了錢了 那這個就是RFID來的 即是遙控的 那這個 即是說這個科技已經在 將來這個 在精檢放在人的身上 亦都是可以遙控的讀取的 香港新聞證 這個是政府發出的 政府發出的 有甚麼功用呢 可以做圖書證 可以做公私營電子健康紀錄 即是公營的政府的健康紀錄 還有私營的健康紀錄 的互通系統 還有可以做電子交易的 還有其他政府的服務 即是其實我們的 將來的身分證都有這個功用 不過身分證就不是 植入身體裡面的 在外面的卡 那我就不是說 其實這些 我不是說現在是敵基督 是說將來可以給敵基督使用 但到某的時候 如果政府說 你們可以植入的時候 我就肯定不會選擇植入 我就不會選擇放在身體裡面 即是可能將來都會 因為歐洲已經有幾個國家是這樣 將來香港都可能會說 你們可以這樣做的 這樣的時候 我就不會做 到某的時候 就說你一定要拜這個魔鬼 你才可以用這個 這個卡就會Activate 你拜完就Activate Activate即是甚麼 啟動了 那你就可以買東西了 不然未啟動 你不可以買東西 不可以買東西 其實現在的人 習慣了用取代現金的系統 我們的八達通 支付寶 還有微信支付 這些都是方便的 不過方便習慣了 即是随時都可以 那些人看完就會很多人用的 所以這個讓大家知道原來我們習慣了這個系統 所以這裏經文所說的 除了要受這個印記 有些壽命或壽命數目的不能做買賣 將來應驗是怎樣呢 現在未應驗 將來敵機都會強迫人在手上或壓上受這個印記 這個印記就可以做買賣了 因為人已經習慣這些科技 所以人很容易會進入這種科技 還有受印可以有RFID功能的證明 即是這個可能 我們現在解釋就是 現在已經有這種科技 其中一點就是以色列想建造第三個聖殿 我們一起讀一讀 這裡貼上人家後書二章四節 他是抵擋主公抬自己 超過一切稱為神的 為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裡自稱是神 其中的特性就是他坐在神的殿中 以色列在2018年12月10日 他們當日就有一個儀式 就是有一班人就獻上這個什麼呢 獻上這個將來他們起聖殿的祭壇 他們就獻這個祭壇 一個祭壇禮 以及以色列就講到他們的Saint-Hedron Saint-Hedron就是工會 以前就是大祭司和七十個長老 他們一起向政府提議 就是我們將來就可以建造這個聖殿 其實也有相當人認同他們可以這樣做法 當然他們不能夠在那個上面做 他們在下面或者某個位置做 怎樣做法我們不知道 不過是否做這個就是代表神的歡喜的殿呢 神歡喜的殿 現在來說是不會有獻祭的 不會有獻牛羊的 因為聖經已經說了 這個獻牛羊只是預表基督 所以這個聖殿如果是獻牛羊的 就不是神所起業的 那如果是基督教的形式 那這個真的除非以色列很大規模的信耶穌 那這個真是一個神跡 如果會發生的話 如果將來敵基督就在這裏 如果是可能的話 即是有可能在這裏 即是否即是說 現在他們的方式 他們以為用牛羊的方式 其實可以是被敵基督使用的 即是如果他們不改變不信耶穌 都可以被敵基督使用的 到底是怎樣我們不知道 不過即是說 他們是很想起這個聖殿的 好了 那另一樣的應驗 就是從日出之地的縱皇的應驗 啟示六十六章十二節一起讀 第六位天使飽滿島在伯拉大河上 河水就乾了 要吸那從日出之地所來的縱皇預備道路 伯拉大河在哪裏呢 就是在伊朗和伊拉克中間 在這一個地方的 這個伯拉大河 Eufragis 英文就是Eufragis 就說到這條河將來就會乾了 乾了由日出之地的縱皇 即是這裏不同的皇 很多軍隊就會向東 向這個 去耶路撒冷 去以色列 不是耶路撒冷 是去哈密吉多頓 在加利利的地方 就會打這場最後的戰爭 那這個運動 我們現在其實見到的 現在有一個運動 我不說的名字出來 是聯合不同的國家 大家你想一下 你可能會想到 我一會兒說完之後 我會再說出來是甚麼運動 是將這些不同的國家聯合 有很多已經聯合了 另外一樣就是這個5G 5G有甚麼關係呢 5G是甚麼來的呢 我解釋一下 就是 其實G就不是Gigabyte的G 是Generation的G 第五代 第一代的無線網絡是甚麼呢 就是大哥大 第二代就是 只是可以打電話的 第三代就是 可以有照片 那些 第四代就是 4G 很多人用 不同的 5G 那5G呢 就是很不同的 那我看看幅圖 給大家看看分別 在哪裏 4G的頻率 是 700個MHz MHz 它意思是甚麼呢 每秒鐘震7億的震動 這個頻率 到2.4Ghz 即是24億 那你都說很厲害的 那些人解釋 你上網找英文 就會看到很多這些 中文你就看不到 就是小港這方面 就找5G 這個新聞的題目是甚麼呢 5G呢 是輻射會致癌 美國灣區有小鎮緊急通過法例 反對部署基地部台 因為5G將會起很多台 其實已經是有起了很多的 如果大家留意新聞 這幾天你會聽到一個新聞 就是跟這個有關的 就是它已經起了很多很多這些 5G的發射台已經是起了很多很多的 你上網找就找到的了 那這個 講到對健康 健康是怎樣的呢 這個 就算4G的電話 如果你對著耳朵聽 其實也是不好的 因為它發出的那些 那些頻率 那些 magnetic force 那些電的力量 是可以對我們破壞的 但是5G呢 這個數目是24億 但是5G是什麼呢 是600億的增幅 對不起 現在是7億 對不起 這個是7億至24億 但是呢 將來是600億的 是強很多倍的 你想想這裡 600除以24是多少倍 那是 而且呢 它因為呢 這個5G呢 它就 需要很近距離發射 所以會 兩個家 或者十個家 這個指美國的情況 就要有一個發射台的 不是這麼大座的 這些是小小的 就是有大座的 有小的 那已經有很多這些 都在這裡 5G 但是5G有什麼作用呢 5G的作用呢 第一 其實它主要不是為了這個 那些人下載的電影 譬如用3G呢 就要用700個小時 用4G呢 是8分鐘 用5G呢 是1秒幾 但是呢 它呢 反應速度呢 4G呢 是 好像幾秒鐘 它呢 不是不是 是 總之1秒的 那個分子 但是它呢 是0.001秒 即是5G的速度快到呢 你都還沒按 一按完 它已經做完 不知道多少樣東西 它的速度呢 是引致人可以做很多樣東西的 包括呢 是自動駕駛的車 即是它能夠偵察到 那條路是怎樣的 你都可以想像就是 自動駕駛的坦克車呀 戰爭的工具呀 這些全部都可以用5G來的 來做到的 5G的目的 不只是為了 家居的人下載的電影快些的 而是呢 是為了 能夠 在幾方面的 一個呢 就是商業用途 一個呢 就是經濟增淨 現在呢 就是 不同國家 因為爭取5G 5G 5G那個 經濟上 它會出的產品 實在實在 是很昂貴 但是所做到的 是很 從現在比 是很強烈 很多 那 我不說哪個地方 我想大家知道的 哪個國家 現在是最快的 它現在有個國家 是遠遠大先的 也都比別人便宜的 在經濟戰爭上 它可以很大的 打贏 因為 為什麼呢 它有很多工廠的機器 很多出產的東西 全部用5G控制 那它是會非常有效率 省很多錢 在這方面來說 的確是非常好的 不過它會周圍都是發射台 是影響很多人的健康的 還有機密的資料增佔 其實現在為什麼 會有些事發生呢 新聞上有說到 就是因為有些 法國有些機密的資料 是傳了出去 為什麼會傳出去呢 就是原來透過這個5G做的時候 這間公司做的時候 它是裝了一個裝置 將它裡面的資料傳出來 它不是周圍傳 它傳到他們的總部那裡 還有也是聯合列國 就是這個東西 是現在有一個行動 就是組織很多國家 組合成為 就是都參與這個5G 和參與一個國際的行動 也都將來可以有 這個戰爭的武器的增佔 因為用到這些 做的武器的時候 那個威力是比以前更加強 更加快 更加有效 就是更加準確 所以這個網絡武器市場 就是好像是一種武器來的 5G是一個 很多人很興奮的 哇 你下醉電影很快的 什麼聲音 你已經看到了 你永遠不會斷片 很多人就看這些 其實它最主要不是這些 而它那個頻率 是引致 即有人說 是會引致很多怪病出現 那時候他們就會叫別人 打預防針 但預防針也有它的害處 總之有很多奇形怪狀的病 包括癌症會出現 也很多人精神有問題 因為它會影響神經線 因為神經線的時候 很多人有精神問題 更加容易被控制 被敵基督控制 敵基督就會用這些系統 有些人說 那我不用了 有5G出的手機 我不用了 那又怎樣 不是你不用 整個街都是 整個街都是發射台 有些是很小的 有大有小的 有些小小的 在電單柱就可以擺放發射台 每一個電單柱都有發射台 亦都可以看到周圍發生的事 全部這些都已經到時 全世界都有攝錄機 這個都是 敵基督可以用 但這個5G 我覺得第一件事 對我們的傷害就是身體 即未說給敵基督使用 也是傷害 身體有一個很嚴重的後果 但2019年開始 已經商業產生 已經出產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 我們將要面對的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們求主保守 求主憐憫 但見到這些事 這樣就怎樣 死了死了死了 我不是叫大家害怕 而是叫大家預備好 也都知道 最重要是我們聽神的話 神會保守的 好了 另一點就是 基督徒被提避 並不是在大災難之前 因為很多基督徒 其實由這個Skofield開始 他有一本叫 Skofield Reference Bible 他又將這個觀念 就是災難前被提 或者災中被提 就提了出來 很多人就很喜歡 因為這樣 基督徒不用經歷這些大災難 不過聖經裡面 很清楚講到 這個我快快講一下 馬太福音24章29節開始 那些日子災難一過去 其實在這個之前已經講到 這個災難是之前沒有 以後都沒有的 所以這個一定是講到大災難的 聖經所講的最大災難 在這個大災難過去之後 日頭就變黑月亮 放光眾星要跟天上聚落 天氣要震動 由人子的兆頭顯在天上 萬族都要哀哭 是不是萬族看到 現在下亡 即是他們都要受審判 受懲罰 所以這個是世界末期 並不是 這個災難前被提的 觀念是什麼呢 就在大災難之前 忽然間有一天 基督徒十一時間 全部失蹤了 有些人開飛機的 飛機沒有人開 開車的 車沒有人開 走路的 跟太太在一起 忽然間太太就不見了 忽然間世上很多人不見了 他將它dramatize 即是戲劇化 但聖經是沒有講的 因為他講到避提 忽然間忽然一聲 之前避提 不過聖經完全是 講到這裡 兩個人在田裏 拿一個撇下一個 就是這個避提的經文 另一個就是 貼上人家前書第四章 兩個女人推磨 取一個撇下一個 就是他們都用過避提的經文 這個避提的經文 不是講到秘密 因為他講到那些飛機圖 不知道 忽然間那些飛機圖 不見了 剩下一些飛機圖 他們就找聖經 找一些書 為什麼他們不見了 聖經說避提 所以他們走了 我們信耶穌 於是大周阿蘭 那些人信耶穌就是這樣信的 他們就是這樣看法 但是看這個經文 並不是這樣 其實你上網 大部分講過日 都是災前避提 或者災中避提 是很少根據聖經說 在耶穌回來的時候 我們被提 萬聚哀哭 即是全世都看到了 都要審判 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 有大榮 要介入天神的雲光 現在講到 也講到 家主 要預備好了 這個管家要預備好 因為家主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 你預備好 如果不是 忽然間家主來到 你就要被懲罰了 所以說到被懲罰 亦都講到什麼呢 另一個講到 就是洪水的時候 那些人吃喝嫁取 由洪水來 他們被消滅 人子降臨也是者 然後跟著就講到 兩個人在田裡 除了一個 譬如一個 這個上文的經文 因為我不寫那麼多出來 完全是講到 就是審判的時候 就是好像洪水一樣 有些人就上了船 有些人就沒有上船 所以這裡是很清楚講到 在這個耶穌回來 審判萬人的時候 他隔著天上的雲降臨的時候 兩個人就會拿走一個 剩下一個 為什麼拿走一個 剩下一個 那就是好像綿羊山羊分開 在馬太二十五章 綿羊就去到耶穌身邊 山羊就在下面受審判 就是兩班人分開受審判 所以一個撇下來 就離開 那些人就不信 站在那裡 然後信的就在一起 這就是一個被提的經文 所以下面講到什麼 萬族見到耶穌駕雲降臨 就是哀哭 就是審判所有人的時候 就是審判 取了一個被提 就是主回來的時候 基督徒被提 不是之前 是耶穌回來的時候的方法 基督徒不是在主回來之前 七年被提 或者三年半被提 就是基督徒要面對大災難 有些人說 這是很壞的消息 但是聖經告訴我們 耶穌跟我們一起 跟我們一起 好了 我們現在看 就是跟我們一起 會帶領我們 這就是四章十五節 我們活著完全流 到主降臨的人 斷不能在乃 已根稅的人之先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有福記的聲音 天使長的聲音 有神的徒出養 在基督裡面死的人 一就是復活 然後我們活著完全流的人 就和他一起被提 呂在宮中與主相遇 者我們就與主同胭同在 這就是被提的另一個經文 這一個被提的 不是這個降臨這個字 希臘文是Parocia 希臘文你可以找個G 它這個數字是三九五言 你如果上網找 G三九五言又寫Greek 希臘文 它就會出現這個字的解釋 這個解釋在哪裏出現 其中出現在哪裏呢 馬太24章17節 閃電從東邊發出 直閃到西邊 人子降臨也要請 所以是講到耶穌回來的 所以這個經文 講到耶穌回來那一陣 而這一個字 另一個字 就是講到降臨 就是耶穌回來那一陣 基督死的就復活 死的基督復活 又和他一起 改變形象 改變形象就是 哥倫多前書第十五章講的 就一起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所以兩個經文 一點都沒有講到 是災難前被提 完全是人的構想來的 所以我們真的要小心 亦都希望在網上的 遞英子會有些看到 你自己看聖經 你自己去看 那些災中或災前被提 他用的那些經文 全部都是講到 在所有世界受迫包的時候 困難的時候 我會 艱難的時候 我會保守你 但是神可以用不同方法 來保守 不是一定是被提的 這個是不直接的 不是用直接聖經的經文 來支持一個重點 我們用聖經直接去解釋 不是推論 聖靈在末期之道環境 聖靈會帶領我們 因為聖經講到 聖靈會教我們說什麼 盧家福音十二章十一節 人帶你去會堂官府 有權兵的人面前 不用想說什麼 因為到時候聖靈會教你說什麼 這裡看到神的什麼屬性 神會指教我們 因為聖靈跟我們在一起 陪著我們 祂知道我們在受苦 祂會指教我們怎樣保護自己 譬如聖靈可能說 一會兒你立即出去 有人來找你 你要去那裡 你要去山上 你要去哪個地方 祂會告訴你去哪裡 神都可以用方法 好像給伊利亞 給溪水 或者給烏鴉餵她吃 神可以用這個方法 甚至神可以叫我們 能夠祈禱 祈禱就是帶來食物 或者靠著親近神 而有食物 就是聖靈跟我們一起 神會保守我們 但是一樣會有基督徒被殺 但是我們靠著耶穌 我們就不怕被殺 其實是更加神喜悅的人 所以我們不用怕被殺 這個經文是很重要的 就是聖靈會親自教我們 聖靈知道我們神良苦 祂會陪我們 會幫我們 這個是我們不會那麼害怕的 原來神跟我們一起更加密切 神會跟我們一起 只要我們保持跟神的關係 有些人很著重用其他方法 我們怎樣預備營建我們的主呢 首先就是我們跟神的關係 第一 我們得救不是靠行為 我們信耶穌得救 但是一定有這些果子 一定是跟救一有關 就繼續悔改認罪 來罪 和信靠耶穌做救主 建立關係就是親近神 愛神 行為就是遵從神 遲奉神 這個是永遠我們應該追求做 就不是做其他事情 如果沒有果子 是可以跟神關係有問題 可以不得救的 在末後其實有很多傳方的機會 很多建立人的機會 即是我們是可以這樣做法的 神是想在末後的日子 興起精兵 求主幫助我們 真是成為基督的精兵 我想說回這個經兵 我再講一講 就是解釋一下 就是 聖經很清楚耶穌說 當我們受迫伯的時候 你不用想說什麼 聖靈會教你 即是說聖靈會知道 每一個基督徒在哪裡 知道每一個 現在他們有那些五G系統 那些導航系統 將來這個晶片 將來都會知道你的位置 他會知道每一個人在哪個位置 但是神更加知道我們在哪個位置 神會保護我們 現在祂會教我們 所以祂會陪伴我們 我們就不需要害怕了 所以希望聖靈徒聽到這些迫伯的情況 不是害怕 而是說我知道神和我一起 但一定是走神的路才得著靈靈 不走神的路就會顯露出來 其實末後日子是一個分辨的日子 那些真信耶穌和假信耶穌就會分開 哪些是愛主和不愛主就會分開 就會顯露出來 有很多人回教堂 只是為了活動的 就會顯露出來 我希望大家 我們當中的人 聽到這些 就不是想著害怕的 想著神會保守我們 並且我為耶穌做什麼 神都喜悅 可能我們不是有很多機會做很多事情 公開我們做不了很多 但是我們鼓勵隔壁的人 神就紀念了 我們為祈禱神的紀念 我們跟祂傳呼聲 告訴祂 聖經語言在應驗著 你相信耶穌 祂可能信 可能不信 但是 神都紀念 而且那個時候 仍然 他們未受這個印記的時候 是有機會 更多人相信耶穌 為什麼呢 因為 祂看到聖經的語言 真是應驗 魔鬼真是這麼強 這麼強勁 這麼真實來到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 最後的日期就是敵基督的日子 它是有限時間的 它將來就會毀滅 聖經也有講到 啟事有講到 這個獸的國會昏暗的 不過他講到這個獸的國的人 他就很痛了 咬的舌頭很痛 聖經也有這樣講到 即是說 在那個時候 魔鬼的國都會有昏暗的時候 那如果有些人 仍然未受這個印記 我們仍然可以去拯救他們 即是 在那個時候 我們看到就是 他又講到 另一處經文 就講到 有些人 受了這個 沒有神的印記的人 就會受痛苦 被那些 蝶子咬了 五個月 他們想死又求死又不得 即是說在那個時候 有些日子 是受了這個獸印記的人 會受很大的災難 在這個時候 也是我們傳呼聲的好機會 希望大家 聽到這些訊息 是站穩 就不是 打算死了死了死了 怎樣做 有些人就說 我快點買食物 其實 做將來 那些水便血 你想煮都不行 神都會 其實會為我們預備 神也想你 仍然會作見證 神會為你預備 那你 儲金有沒有用呢 沒有這個獸印記 那些金都買不到東西 即是都買不到 你買不到你想要的東西 所以有些人 去教導人 就去儲糧食 買金 這些都不是聖經的教導 聖經的教導 都是說 我們在這個日子 我們挺身昂首 我們做好的戒證 也都從神有密切關係 從神得力 那我 也都希望大家 面對 譬如將來有一天 真的受迫白的時候 可能你是會很孤單 因為為什麼 你未必這麼遠 找到牧師 那時候 他可能隔開了去某處 或者他被迫白 或者什麼 可能 是你牧養你自己 或者是你牧養你周圍的人 但你說我聽神的話 神一定喜悅 神一定照顧 其實 在這個末後迫白的時候 唯一的方法就是依靠神 你會發現有能力 有動力 有神的幫助 有神的陪伴 和帶領 你去那裡有東西吃 那你真的去那裡有東西吃 或者你只是祈禱 神就會供應你 讓你不會餓死 這些都是神 在當時會顯露的工作 是真的令到信靠耶穌的人 更加看到神的工作 所以希望大家 心裏面就不是害怕 其實我們都是客女 我們住在這裡一陣 我們現在這裡是女館 我們將來要回家 雖然回家的過程 有一個困難的時候 我自己有句說話 安慰我自己 希望安慰到你 人受苦不會受很久都會死 你這樣想就不會很害怕 意思是 但有很多人很害怕 你受苦很久 你受不了 而且不能吃 都會快點上天家 你祈禱求神 接你上天家也行 神你都可以用這些方法 但總之有神的同在 神是掌管一切 即他不會說 這個大災難 跟著很多真基督徒 全部失去 不會的 所有被神挑選 明治在這個生命冊上 就不會拜這個仇 但這個我們必定 當然 當時是需要全心跟從神 你不會說 我相信耶穌 我跟著耶穌 可以了 沒有問題 不可以這樣 也有人問過我的問題 他說如果有人軟弱 他受這個印記 他還有沒有機會回頭呢 在啟示錄是有說到 他說 受了這個受印記 是要進入這個流氓的火湖 是沒有說到有機會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這件事 不要在當時 無論什麼原因 就算會死 或者會怎樣折磨 或者用你的家人要脅你 我們都不能放棄 也不能放棄耶穌 求主經過我們的信心 也都知道神紀念 也都在末後日子 那些人可以更大的賞賜 你這樣想 因為你在以後 以前的日子 沒有那麼多機會 去為主作美好見證 那麼多的見證 作那麼多的見證 以及為主殉道 殉道也是一個神所起業 我不是故意找殉道 不過 在你中心的時候 殉道也是神所紀念的 我希望大家用一個很正面的心態去面對 但是很多人是不敢說這個信息的 因為他們怕著 說完的人 嚇得要死 就不敢信耶穌 有些人又會埋怨神 神你這樣做這些事情 即是神不好 那麼我不會信耶穌 但我只要不好 我是魔鬼 但是為什麼要被魔鬼這樣走出來呢 其實也都可以這樣說 神被人看到魔鬼的全面性的醜惡 就是在這個末後日子 看到全面性的魔鬼的醜惡 力量和它的破壞性 就讓人去悔改 我希望我們在座 每一個都會跟從耶穌 在那時不要軟弱 無論怎樣被人迫白 到有一天 逼我們要受這個晶片 開始晶片可能沒事的 但是我們都 我覺得總有方法的 你問神 神啊我怎麼做呢 現在政府每個都要受晶片 我怎麼做呢 神總有方法的 但是到那時 如果真的到這種強權的管理 就是強權管理 就是你一定要受晶片 你不受晶片 香港新聞證 你可以一定要人用 但是當你要植入身體的時候 就是到那個強權的時候 國家已經是有一種強權的管理 其實五珠也都會用它一種強權的管理 就是能夠強暴式的管理所有的人民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靠主站著運動 我們一起站著去討告 待會兒我們會討論這些經文 討論這些 親愛的天父 我們感謝你 感謝你 因為你是全能的神 全能的王 全能的主宰 你是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你是得勝的主 得勝的王 雖然世界會有災難 但是你是得勝的 你知道每一個基督徒在哪裏 你會陪著每一個基督徒 聖靈會親自指教我們當時的話 所以我們知道神會陪伴我們 你是認識我們的 我們也是認識你的 求主幫助我們 真正信靠耶穌 悔改離聚 親近耶穌愛神 遵從神和侍奉神 走在神的路上 亦都預備好自己 面對將來的審判 我們要面對將來的所有的迫迫 我們靠主耶穌得勝 主靠你幫我們 有一件事做的 就是放下自己 我們想得勝 我們唯一的方法 是放下自己 我們有一天都要離開這個世界 不要緊的 死是不要緊的 最重要是我們走在神的路上 求你私恩祝福我們每一個 走在神的路上 多謝天父 而居至是 脫掉 好心喔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